朱紫园正欲退开之时啊 突然浑身一僵 眉头紧皱 糟了 是死将毒 他只觉得 这双腿好像惯了千似的 变得沉重无比 莫说辗转腾挪了 就是转动些许都变得异常困难 我的通悬臂里早已炼入了死将毒 你就安心受死吧 断同一声爆喝 一拳砸向朱紫园 他右臂拒拳上黑雾凝聚 好似黑云压城 带着一股强大无比的压迫之力 轻扎而来 远处朱紫青 瞥见这一幕 大声疾呼 哥哥 他才刚一分神 就被轩辕形一掌 劈中了肩膀 肩头骨铠 怦然炸裂 身子顿时啊 如一只阔麻袋般 直接倒飞出去 朱紫园见此目光一凝 眼中怒火狂涌 周身玄翘尽数亮起 本已经难以动弹的身躯 却硬生生一个凝转 避开了断通这一圈 轰隆一声巨响 地面炸裂开一个深坑 乱世纷飞 烟尘四起 就在众人厮杀的难解难分的时候 谁都没有注意到 此刻大殿之外的天空中 狂风呼啸 滚滚的黄云正好似被人驱赶着的黄阳 从四面八方朝这边聚集了过来 在这些遮天蔽日的黄云笼罩之下 下方的大殿 为中心方圆百里漆黑一片 宛如锅底一般 越积越厚的云团 层层叠叠地累加在一起 并在一股神秘力量的操控下 渐渐形成了一个好似风暴一样的巨大漩涡 正当中处有一个黑漆漆的空洞 就如同他的眼睛一般冷冷地俯视着下方的大殿 一道道粗大的殿壶在云团漩涡中 出没跳跃不止 沉闷得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不多时漩涡就已经有万丈之巨 一股强大至极的威势便在其中孕育着 积蓄良久却一直隐忍不发 大殿之中 气血大阵中的五人除了恶快之外 其他四人已经完全瘫坐在雕像头顶 一个个脸色煞白浑身不住地颤抖着 孙徒几个人似乎放弃了抵抗 目光暗淡 激进绝望 陈阳虽然耸拉着了脑袋 神色萎靡 眼神深处流露出来的却是 难掩的胶着和忧虑 与此同时 通往后殿的石拱桥上 一道人影无声无息地出现 却并未着急赶过来 而是小心收敛了生气 闪身来到了桥这边 此人自然不是他人 正是韩丽 刚一回到戏坛上 他先是看到了气血大阵中的异样 除了恶快之外 陈阳等人明显有些不对劲 和他离开之前 景象完全不同 这让他不由地回想起了自己不久前 甘甜出的流燕血云引发的禁止 莫非 眼前这一切 也和此有关 又或者是恶快的阴谋 韩丽莫来及所想 接着便目睹了极其惨烈的一幕 秦源手下的玄芷成胡长老 偷袭少英不成 反被其手上一对鼓爪刺入了胸膛 只听得滋拉一声响 少英双手索由一分 那名长老便口中发出一声惨糊 整个人被撕裂了开来 未等他的原因逃出 少英就一一抓 撕扯之下将之击成了粉碎 而已经化身半个妖兽的方蝉 口中发出一声利笑 滚滚音波便朝着少英狂涌而至 后者足尖一点 身形瞬间横移开去 避开了攻击之后 却是直接掠向了石川空 石川空手握紫黑长棍 身上布满了一道道鲜血淋漓的 可怖的伤痕 面上看着还算淡定 心中却是叫苦不迭呀 他们双方之间的差距实在太明显 即使三人合力 也不是少英的对手 况且那位胡长老 还是一个不慎先送了信 眼见少英来袭 石川空不得不撤开一步 手中紫黑长棍迅速地抡起 呼啸之声大作 一片迷蒙棍影 如同支开了一张严密的防守大网 笼罩向了少英 少英却只是一臂探出 手中鼓掌瞬间爆发出 一股强大的星辰之力 直接将大半的棍影扫除 另一臂却是直接朝着 石川空的腰部横展而去 这一击要是得逞 石川空难免要和那胡长老一样 被硬生生撕成两半 韩丽见此情形正于出手之际 就看到方蝉的身影 已经从旁边横撞了上去 少英嘴角露出一抹阴谋得逞的微笑 身形一指 直接舍弃了石川空 向后臂让开了方蝉 眼见方蝉与他擦身而过的瞬间 少英猛地抬起一掌 手臂上玄窍光芒大作 连带着手上的鼓掌 也绽放出一片灿烂的星辉 拍打在了方蝉的后背上 喷的一声闷响 猪脸少年背后立刻炸开一片 雪亮的星辰光芒 一股排山倒海的磅礴距离从中 黄涌而出 直接将他背后炸得血肉模糊 直接把他整个人都打飞了开去 方蝉庞大的身躯 趋势难止 直接撞断了祭坛边缘的石栏 坠入了下方漆黑的深渊当中 石川空看到这一幕神色顿时一变 想要施救 却已经来不及了 少英扭头看向他笑着说道 不用着急 下一个就是你了 说吧 他双手在身前交错一滑 两道鼓爪相交而过 争鸣作响 石川空眉头紧皱 贴向一眼后垫的方向 目光微微一闪 双手一握 紫黑色的长棍 缓缓开口说道 尽管放马过来吧 嘿嘿嘿 少英黑黑一笑 双腿上玄翘陡然亮起 脚尖一踩地面 身形豪射而出 速度比刚才啊 竟然又快上几分 眨眼之间 他的身形来到石川空的身前 两只鼓爪上的星光光芒大亮 骤然前刺 是直插石川空的胸膛 这石川空反应也是极快 双手横棍而出 先是将鼓爪隔开 急而猛地一转棍身 连带着两只鼓爪顺势一脚 直接将少英的身躯 扭在了半空中 他脚尖一点 腿上白光大亮 裸挟着风雷之势 势大力沉地朝他心口处 踢了上去 少英身上怦然作响 玄翘内的星辰之力狂涌而出 身子在虚空中一抖 整个人从石川空头顶飞对而过 双爪带着紫黑长棍 猛地朝前一甩 石川空立即被一股大力拉扯 身不由己地 冲着前方摔了出去 还不等他落地 少英的身影已经追赶上来 两个人的速度实在太大 石川空根本来不及防守 就被少英追至身前 一抓刺透胸膛 直接钉在了地面上 石川空干咳一声 口中立刻呕出一口鲜血 他刚想挣扎着起身 另一只手臂便也扑斥一声 被一道鼓爪刺穿 少英低头俯视着 被他钉在地上的石川空 冷笑地说道 哼哼哼 要不是城主留你还有大用 你早就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却不成想啊 石川空居然也笑了 其实我知道 一语说吧 他突然身子倒翻而起 双腿叹了上去 思思钳住了少英的脖子 哎 少英惊疑之间正想脱身 神色却是一变 只见一道人影 从后殿阴影处一闪而出 速度快到匪夷所思 几乎瞬间就来到了 他的身后 手握着一柄白骨弯刀 朝他脖梗处一展而下 啊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隐匿了多时的韩力 危机降临 少英拼死地挣扎 奈何石川空也抱着必死之心 丝毫不肯松腿 他双手鼓爪又定在地上 根本来不及抽回啊 眼看着韩力就要一刀 结果了他性命之际 这少英眼中突然寒光一闪 背后衣衫撒一声撕裂开来 两道风锐如刀的古翼 从中目然突刺而出 只见其上十数处玄窍光芒大作 风锐边缘白光一闪 静止展向了韩力 韩力双眸 猛的一缩竟是主动收刀向后退一臂开来 却见那古翼横扫过处啊 虚空中立刻浮现出一道扭曲的裂痕 少英双肩一抖 星辰之力爆发开来 直接震开了石川空的双腿 他抬手抽出刺入其双臂的鼓爪 执起身来 一脚将石川空贴了出去 而后古翼一展 飞上了半空 冷冷地俯视着韩力 小子 我等你多时了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